亚青羽球赛正如火如荼进行中,赛场上却发生突发意外 来自中国被誉为天才选手的张志杰 在混合团体赛中突然晕厥并倒地抽搐 送医后因抢救无效而去世,年仅17岁 据亚洲羽球联合会及印尼羽协今日发布的公告称 尽管赛场医生和医疗团队当场进行急救 并在两分钟内将他送往医院 但人因抢救无效,导致张志杰于印尼当地时间6月30日晚上11点20分不幸离世 据澎湃新闻报道,张志杰倒地大约30秒后 现场的赛事医疗团队进场,又经过了大约30秒,单假入场 将张志杰抬出场外,进行进一步治疗 专业医疗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从目前公开的现场情况来看,急救的确存在被延误的可能性 无接触的晕厥倒地,首先考虑心脏骤停 尤其是高强度的专业比赛中,即使AED仪器没有第一时间介入 也应该采取CPR 为此,亚洲语协,伊尼语球协会和赛事组委会纷纷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并向张志杰的家人和中国语球协会致以最真诚的慰问 并表示世界语坛失去了一位天才选手 张志杰2007年出生于浙江嘉幸,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接触羽毛球 小学三年几时进入浙江省队 2023年晋升国家青年队 短短几年间,张志杰在国内外赛场上屡获佳绩 他曾荣获2023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遗嘱男子单打冠军,男团冠军 2024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遗嘱男团冠军等 可见得他是一位中国国家羽球队的优秀运动员 目前张志杰的死因尚未公布 但专家相信心脏病的可能性很大 在今日的羽球亚青赛开赛前 所有在场人员为不幸离世的张志杰进行默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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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